罗佩颖故居城市巴德路帝王 明星名人抢进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光临我的小窝 一人罗佩颖卓在台北市巴德路住处 环翠亭社区处事享年59岁 他在两岸拥有五房四亿房产 而位于巴德路三段的环翠亭 屋龄31年楼高12楼总户数220户 我拥有住家店面套房三半的住商混合大楼 时交登陆显示 环翠亭近两年成交均价66.99万 周边大楼房价均价约75到85万元 苹果新闻网时地走访 环翠亭外墙老旧 大致还算完整 并无专面部落 这个地区它属于中人商圈 然后接近监离所 那它的路段稍微比较狭小一点 店面也比较凌乱一点 饮食生活机能倒是蛮好的 那个30几年前这段大楼在这边算是 旁边都是矮的旧工艺嘛 后天的嘛 这段大楼算是非常新 觉得住户需求转变 买家更加重视隐私 导致偏好纯住宅的客群外流 其实是蛮想买的 怎么讲 我觉得就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 环翠亭主要为老住户 新的自住买家并不多 由于周边的生活机能良好 交通机能便利 出租的行情稳定 小套房出租约在2万左右 对应近年的买卖价格 投资报酬率可望在2到2.5%之间 对于资产足而言 是属于现成收租 长远还有都更题材加持 算是可以投资的增值物件 那区域大楼大概 新岸啊 中古屋啊 以及一些老宅 可是在这个区段 大概都还是有七字头 有中轮啊 或者是敦化的学区 邻近像是大巨蛋啊 松烟也都不远 所以在机能上面其实不错 过去也都有交易 住宅产品的交易 大概有破百万的记录 所以这个艺人 他当初自产的时候 眼光确实是蛮精准的 E3 X X X